你还好吗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对啊 其实等这个机会已经好久了 要跟你做一个访谈的节目 你最近好吗 还可以吧 讲一讲 你进来做些什么事情 在泰国吗 还可以去哪里 在泰国本来是去年回来为了一场演出 那么因为疫情就回不了 回不了 中国了 本来要在那边上学 是的 是吗 对啊 刚好就是回家的感觉 是吗 对 你是哪一年去中国读书 2014年去中国 2014年 北京 其实我们认识多久 从我17岁 17岁是 17 18 哪个时候 记得我们哪一次在哪里见面吗 在泰国见面 第一次 对 在哪里 记得 在西隆的一个酒店 对 对 你记得哪一次 哪一次我觉得很不爽 很不爽 我觉得第一次就很不爽 我不会不爽 就是他 为什么不爽 你在睡觉 对 他就是在等着我 但是我好像在记忆中是真的不知道要有人在等着我 在那边等着我 在那边等着我 有啊 那一次你回来泰国了就是做一个演出是吗 哪一次 是 是一个歌唱比赛 可能是当嘉宾 是吗 对 当嘉宾 你是当嘉宾在那个 州 就是 潮州会馆 潮州会馆 对啊 然后有一个 我刚刚也在泰国 然后那个朋友讲 去吧 去吧 去见见这个小女孩 为什么好看啊 对啊 然后他一直要拉我去 就去吧 去吧 去到酒店 就是他通过一个 那个是王娟 是吗 对 王娟阿姨 对 王娟阿姨 然后他通过这个王娟就约你 就见面 就 然后就等你睡觉 等我醒过来 对啊 对 等了差不多 一个小时吗 不止了 不止吗 不止啊 对不起 真的啊 对啊 等了好久 然后OK啦 然后等你睡醒 只是哈喽 打个招呼就没有了 对啊 然后他们就带我去哪里 我忘了 对啊 就是去潮州会馆 然后就 去排练 OK 没有就演出啦 反正你都是唱 我都不记得 对啊 然后我就 哎 一听 果然是让我有点感觉了 那你也去潮州会馆 对 对 我听完之后就觉得 哎 真的好像哦 对啊 然后我就 我就跟你的经纪人钟老师讲 我说 拉姆真的不错啊 我说有机会 我就 大家合作可以带你去香港 但是因为哪个时候 你还是一个新人 就只是一个模仿比赛 哪个时候已经参加中国好声音了 对吗 刚刚结束 对啊 然后当然你一个中国好声音 就让南卡拉姆在全世界的华人的世界里边都认识 哇 突然间爆出来 不止泰国吧 不管中国啊 就美国啊 华人的社区里边 都知道有南卡拉姆这个人 对啊 然后就觉得 哎 真的好好的想一想 我曾经 曾经试过 在香港 我问过很多演出公司 都是这样讲 就是模仿邓丽君 很多 他们都没有兴趣 后来有一个机会 所以就因为刚刚那个亚太区的歌唱比赛 需要找一个嘉宾 然后我就找你过去当一个演出的嘉宾 大家觉得真的好像哦 所以我就叫我的朋友 叫我的朋友 有没有兴趣做这个小女孩 他们就说OK 然后我们就开始建立我们的友谊了 对吗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 一丝丝情意 然后OK 话说从头了 那你为什么要去中国读书呢 其实从小就有那么一个梦想 因为因为看很多资料 南港拉姆 就从小就是在清迈一个叫西瓜村的地方出生 那我不在清迈啊 西瓜村不叫清迈 对 在就干篇篇 在清迈要再坐车坐好远 对五个小时 就也是在北部 泰国的北部 然后 干篇毕府 中文叫这个 OK 然后就爸爸妈妈去香港旅游 就买了邓丽君的卡带回去 听说的好厉害哦 听了好几遍你就就会唱是吗 对 就觉得旋律挺熟悉 对 但是我不懂 为什么有哪一个感觉 就很亲切的感觉 很奇怪 不知道 哪个时候是几岁 七岁 七岁 然后你就喜欢这个歌手了 对 但我也不知道邓丽君是谁 我也不知道原唱是邓丽君 因为他爸爸妈妈买过去的CD是翻唱 不是邓丽君原唱的 不是邓丽君原唱 哦 那你就拿着哪个CD 对 就学唱 对 对吗 对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 我越来越喜欢中文歌 那个时候我只知道是中文歌 我不知道是邓丽君的歌 嗯 我也不知道邓丽君是谁啊 嗯 因为你 你一句中文 一个中文字你都不懂 对 然后那个CD里面也没有邓丽君的照片 什么都没有 哦 对而且是一个翻唱 对 然后你就怎么会 因为他唱得像邓丽君吗 你觉得 不像 不像 然后用你自己的找 去 concert 去唱 好 去唱 对 去唱哪些歌曲 对 就那个光牌里面 对 对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真正 current to hear 邓丽君的歌呢 也是七八歲 七八歲 然後我聽完那個光盤之後 我就跟爸爸媽媽說 要去買另一張CD 對 可以是鄧麗君的 就 我就先問我爸爸 我爸爸知道是誰的歌 因為我爸爸那時候去日本 就年輕的時候 去日本讀大學 然後那個時候鄧麗君在日本很火 爸爸就知道 這是鄧麗君的歌 你要聽一下嘛 然後就一起去 賣CD店去買 對 買了好幾張 三四張 對 其中有一個 在泰國很火的一張 就是紅色的 紅色25周年 對 25周年 那一張我全部 25首歌都會唱了 不會唱 對 當然你不會明白 從頭到尾 你不會明白他是講什麼 對 對啊 然後你就開始覺得 你要學唱鄧麗君的歌 是嗎 不喜歡唱其他歌手的歌 沒有聽過 那個時候沒有接觸過其他的 中國 就是中文歌 中國歌手 台灣 香港 都沒有 都沒有 因為在家鄉 對 什麼都不知道 對 只是爸爸媽媽買什麼光盤 我就聽什麼 對 那個時候還放CD進去 跟電視一起練 然後你第一首 誰唱他的什麼歌呢 甜蜜蜜 甜蜜蜜 對 對 但是從還沒有買到 鄧麗君的光碗 已經就會唱了 已經會唱甜蜜蜜 對 算是翻唱的那個版本 對 然後就很想知道歌詞是講什麼 對 然後就想學中文 對 但有可能我聽那個旋律 可能知道是開心的或者悲傷的 然後你說你要去中國學中文 國讀書 對 我想學中文 我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去中國學呢 不泰國沒有的學嗎 我就覺得想有更新的經驗 想有更多的進步 因為在泰國可能會學會 但是覺得還是語言環境很重要 所以要去那邊 一個小女孩 一個人 對 我也不懂自己 對啊 為什麼這麼厲害 你敢嗎 剛開始有點害怕 但是我覺得沒事 應該只要努力就可以 是嗎 嗯 然後你就就是跟爸爸媽媽講 你要去哪邊讀書 中國 他們也放心 不太放心 那時候我爸還在嘛 嗯 但是就一直沒有機會到十 十四歲 嗯 才有機會來到北京 就等了七八年 七年 六七年吧 嗯 那去北京讀書的緣分是怎麼樣呢 就是 聽說有一個故事是嗎 是 有一個過程就是 我從那時候跟爸爸媽媽說我 這二十五首歌光盤 你給我買吧 我買完了之後 你再過一個月兩個月 你回來家鄉看我 我唱給你聽 嗯 二十五首歌 嗯 然後到時候爸媽也回來了 回來了之後就聽我唱 二十五首歌 嗯 他們就驚訝嘛 嗯 就覺得挺好聽的 但是聽不懂 嗯 可能唱沒有那麼標準 或者唱得不是中文 只是就是旋律 是跟上 嗯 然後我就說我真的唱對了 我就是每天在聽 然後沒有亂唱 我看到一個小視頻 嗯 你是在爸爸公司的一個 穿粉色的衣服 晚宴 唱了好幾首鄧立軍的歌是吧 對 對嗎 那其中也是二十五首歌裡面 那個光牌 二十五周年 嗯 對 然後你怎麼 那是放學的時候 嗯 就來曼谷看爸爸 跟爸爸慢慢一起住 嗯 然後爸爸就有一些 去開會啊 嗯 那樣的 休息的時候 休息中休息 就讓我上去 嗯 唱幾首歌 因為有很多華人 有很多中國人 嗯 香港台灣都很多 是嗎 對啊 就下面都是華人 他們都能講中文 哦 然後我跟我爸說 對 你 你不是那邊有很多 中國朋友嘛 嗯 認識的 所以你 你要不要 讓他們聽一聽我唱 嗯 對就能證明了我沒有亂唱 嗯 對 我就說可以啊 那台下的觀眾會不會很驚訝 很驚訝 嗯 然後就說 啊 就 會叫我爸爸叫教授 教授你 你女兒怎麼會中文 你會說中文嗎 嗯 我爸說沒有 他自己也不會 我女兒也不會 但是會唱 嗯 對啊 那個時候聽說是 呃 你 你的視頻 嗯 給你的乾媽 嗯 就是美華 對 然後美華就 就認識一些中國的朋友 嗯 然後就 介紹 就怎麼去把你帶到中國去呢 嗯 其實剛開始我早就認識美華了 但是當時我在 還是在家鄉 嗯 我爸媽當時就是在美華旁邊 然後就說念 我念 有所台語 我女兒會唱中文歌 你聽一聽吧 嗯 就從手機裡唱幾句 嗯 對啊 美華就說唱得不錯啊 他唱得挺好的 嗯 對 後來有機會在曼谷再見面 嗯 就是這樣 然後再看到我 我上台有演出 有演出有那種 台風嗎 叫什麼 表演的樣子 他就覺得 哦 應該多多支持 我 嗯 所以就介紹到 王娟 王娟就聯繫到了 鍾老師 為什麼鍾老師 這麼有興趣 鍾開明星 對啊 啊 啊 當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 我只知道是 嗯 有那麼一個人 因為那時候還太小啊 嗯 只知道有這麼一個人 想過來 飛過來看看我 嗯 聽說我想去中國讀書 那麼我 他想支持 嗯 支持我來到北京 要不要來 嗯 來 他就 他很有心啊 嗯 他就直接從北京飛過來見你 對 第一次 那時候我爸爸還在 哦 對他他就用英文跟我爸爸聊天 哦 中老師啊 對啊 中老師的英文這麼厲害嗎 就還好吧 就是能溝通嘛 我爸就 對 然後他見你的目的是什麼呢 想把我帶到北京去先學中文 哦 就是剛開始覺得很陌生 然後爸爸在跟中老師聊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爸爸就覺得中老師是一個很好的人 很老實的人 對對 就覺得能相信的 嗯 因為我爸跟我說 就回到家 我爸跟我說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人很難得 有這麼一個人給你那麼好的機會 嗯 然後他就說所有的費用他都不會收的 嗯 對很難得 他就想支持你 所以你要 要去嗎 你想不想去也是這樣子 哪個時候是幾歲 十三 十二 十三 十二 十二十三歲 對 一個小女孩 就一句中文都不懂 就敢 跟一個陌生的前輩 就跑去北京 因為 因為也相信美華 美華阿姨也相信王君阿姨 就認識好多年了嘛 就覺得是朋友的朋友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大家溝通了多久你就去了北京 剛開始溝通好了 嗯 但是 是 本來是我是一三年就要去中國 嗯 但是我沒有去 嗯 因為突然我爸爸去世 去世了 嗯 然後 我就覺得家裡就是 很多論七八糟的事情 嗯 妹妹也剛出生兩個月 嗯 然後媽媽也那時候也沒有工作 嗯 弟弟也在上學 嗯 所以我就覺得 先在這裡打打工 嗯 對 賺一點錢給妹妹 嗯 對 讓妹妹一歲或者兩歲就 哪個時候妳是幾歲 十三 十三歲妳就沒有讀書了 十三我爸爸去世 就去工作了 有讀書 但是就是 一邊讀書一邊工作 對 讀完之後就是 晚上我媽媽會 會帶著我去 就有一些媽媽的朋友 爸爸的朋友 他們有一些晚會也是華人 也有美華 嗯 這樣子就去唱唱歌 他們就給我一點紅包 對 然後我就給 聽說妳媽媽也是一個歌手是吧 對 她喜歡唱歌 但是她是 就是出去唱歌的嗎 對 本 她是歌星嗎 沒有 本來是在準備要出唱片了 哇 出唱片啊 對 出唱片 所以那麼厲害啊 她有沒有教妳唱歌 有 有啊 小時候就有 就這樣唱啊 這樣的 要這樣的 長一點的音什麼的 對 是嗎 對啊 準備出唱片了 但是 先有我 所以沒有出唱片 對啊 那妳過了多久妳就去北京呢 過了一年 過了一年 2014年我就 有一個機會就 那麼2013年我沒有去中國 之間也發生了好多事情 就是我去了CCTV TCCTV 中國和泰國合作的 有那麼一個比賽 唱歌比賽 歌唱歌比賽 在曼谷 在曼谷 對 那時候我在曼谷了 從初一到初三是在曼谷上學 是嗎 嗯 然後 然後妳唱也是唱鄧雷俊的歌 唱什麼歌 小春故事甜蜜蜜也就好多 但有人長久 有拿獎嗎 我 因為我不會說中文 所以我拿到了 人氣最高的那個獎 對 對 我沒有拿到第一名 因為我不會說中文 這就是缺點 妳 妳 還好嗎 妳 還好嗎 妳 還好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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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剛開始跟中文老師聯繫到的時候 就沒有 沒有再聯繫了 那一年就是沒有聯繫 就中文老師可能就覺得不來就不用來了 對 對 我心裡就覺得在猶豫要不要去 還是不去了吧 還是去呢 對 然後最後就去了 最後 到了北京去錄節目環球春晚了之後 美花阿姨就說妳要不要過去看中文老師 因為都在北京嘛 好啊 那過去再談一談 那麼中文老師就再問一次再給機會 說妳要不要去中國 妳想不想來 嗯 那麼中文老師說好 我現在帶妳去看 如果你來北京 妳就可以 妳就來上這個學校 先帶我去看學校 喂 她真的很有心 我覺得 我認識了中老師 她是一個很好的老人家 而且她真的很有心去幫妳去表演 妳去北京 是 對啊 然後妳去完這個學校看完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必須要來 妳要去了 對 區別太大了 聽說 我聽說拉姆在第一次 哪個算是第二次去北京的是吧 真正去哪邊讀書的時候是第二次 第二次 哪個時候還是一句中文都不懂是嗎 不懂 對啊 我知道哪個時候妳是最難過的 因為妳不會溝通 我知道妳哭了好多次 嗯 是嗎 然後到底拉姆在哪個時候 在北京生活怎麼難過 等一下我們再見 可能我們在這裡 我覺得很 很趨緊 我們換一個地方好不好 好啊 好不好 你看 這裡是不是很舒服 是啊 舒服一點 對啊 不用真的 趕緊嗎 OK 剛剛我們講到妳一個人去北京哪個時候 是不是哭了好多次 是 剛開始到北京的時候就哭了好多次 因為想家 想家 然後又不能溝通 對 而且我自己有每天寫日記 哦 接下來要什麼東西 接下來就是今天吃什麼 今天幹什麼 學了什麼 哦 對 那本日記好像在 泰國 哪個時候妳住在 住在學校 對 就是住宿舍 星期一到星期五 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還是外地 啊 我們都是留學生 哦 但是妳又 妳又不能跟他們溝通 對 妳的英語OK嗎 那時候還可以 但是溝通的話有點尷尬 因為不認識了 嗯 就可能就嗨 那為什麼會跑去這個 鄧麗君主題餐廳唱歌呢 嗯 因為那個時候想找一個 能練習的地方 嗯 對 所以 就 找到了鄧麗君主題餐廳 剛開始都不認識 就跟老闆也不認識 跟誰都不認識 嗯 就有仲老師 就打電話給鄧麗君主題餐廳 說 有沒有 給一個機會 能讓一個 泰國小女孩 嗯 進來 嗯 唱一唱鄧麗君的歌 他們就是什麼泰國人 要來這裡唱歌 哈哈 那個時候其實 也有很多人在那邊唱歌 嗯 所有的女孩子都是唱鄧麗君的歌 是嗎 是嗎 很專業耶 對嗎 對呀 對呀 我也 我看到你這些視頻 他們都唱得不錯 嗯嗯 對啊 然後你一去唱就把他們 沒有 有沒有 沒有 沒有就是都是姐姐教我怎麼介紹自己 因為上舞台就要說 大家好我是朗蓋拉姆來自泰國 今天帶來給大家唱幾首幾首歌 是這樣的 就剛開始我覺得很害羞 因為我覺得我的中文可能說得不太標準 嗯 就怕說錯 怕大家笑我 這樣子 嗯 對 但是鄧麗君就也要求 嗯 所以就必須要介紹自己 然後再唱 一個人唱三十分鐘 一般呢就是 一個演唱就是 唱三四首歌 然後休息 其他人上來唱對吧 但是我的部分呢 就是讓我自己就 在舞台上唱半個小時 嗯 三十分鐘 對 就每個星期唱一次 星期六晚上 嗯 那個時候會不會 大家都是在唱鄧麗君的歌 嗯 大家都都會可能有一些 自己的歌迷在哪個餐廳 嗯 會不會有一些人就覺得 哎 你好像多一點啊 我有多一點的 有一些鬥爭在裡邊 嗯 我不覺得有那樣 因為我覺得姐姐 他們都很照顧我 就哎你喝這個水 你一會兒唱什麼歌啊 嗯 你我幫你點歌 是這樣的 就有一個機器 點點點點 嗯 對啊 都很照顧我 嗯 對 然後你又怎麼去參加 這個中國好聲音呢 嗯 可能 可能有一些 也是中老師吧我想一下 最可能就是中老師那邊認識 有一些朋友 嗯 就是說要不要去參加中國好聲音 嗯 對 因為可能是一個好的機會 嗯 你去玩一玩吧 嗯 因為剛好16歲就可以參加中國好聲音了 嗯 對 當初是用一個 沒有想到要真的比賽什麼 就是去參加 就是拿一些經驗 對 是嗎 就去參加了 嗯 然後哪個是唱 你怎麼說是吧 在好聲音嗎 沒有 唱的是千言萬語 哎 哎 我的夢 我剛剛看的 楊導師認真的嗎 因為好幾年了嘛 對千言萬語 然後 大家都 好像周杰倫啊 嗯 拿鷹啊 他們聽到你的聲音 我看 我有看到那個視頻 然後大家覺得很驚訝 但是 他們覺得哎 太像鄧麗君了 嗯 但是為什麼 最後你沒有拿獎 是不是很失望 就沒有轉過來的 老師沒有轉過來 那時刻我挺 遺憾的就覺得 我只能在這個舞台上唱一首歌而已 嗯 但是沒有覺得 就自己做得不好 唱得不夠好 因為我覺得 那一天我是很好的狀態 最好的狀態去唱這個千言萬語 本來是有很多歌 要選擇在這個舞台上唱 不只千言萬語 太多了 但是確實 就選擇這首歌 原來哪一天的表現 實在實在太好了 因為每一個人看完哪個視頻 都覺得 啊 鄧麗君回來了 真的 真的 是嗎 對啊 我覺得當時還好 還好 還好 是嗎 就唱得 覺得自己不後悔 因為我覺得我唱得最好了 別人不轉也沒有什麼 對 對 別人也不會說什麼 就是覺得很好了 嗯 對 然後後來就 播出去 雖然錄好了 然後播出去那一天 7月份吧 我就覺得我好緊張 我不想看了 因為我也知道沒有轉 所以 就不想 不太想看 嗯 但是鍾老師就全家 鍾老師的 就全家他太太什麼 阿姨大家都 坐在電視台前面看 嗯 那麼當時我 我也有一個微博 就是當時有 隨便開的嘛 然後那天我手機卡了 好多人 爆了 對 壞了 壞了換新手機了 對啊 基本上你因為這個 我好驚訝 這個中國好聲音就一樣 差不多全世界的華人 都對這個小女孩 就是 另眼相看 對啊 覺得 就 好奇怪 開始 你另外一個人生了 是嗎 對 對啊 那到底 那到底 狼的拉姆 下一個人生是怎麼樣呢 等一下我們回來再聽聽 拉姆 經過這個中國好聲音之後 最後 她怎麼踏入她另外一個人生的階段 你還好嗎 一上台我就閉上眼睛了 千言亂語 就想到家庭想到全部自己走過來的那麼辛苦 大家都在說你去利用鄧麗君的時候 我知道你也哭過 對 你也不開心過 因為壓力太大 對 因為我媽媽現在 就是在 我沒有公開跟大家說 我媽媽現在是 愛政